她想她的母亲并没有念在口里 她心里头真想 无时展望 真的是一切实一切处 她心里面的母亲总是离不开 这叫四十 我是现代人 不行了 现代人把母亲早都忘掉了 古时候用这个比喻心 现代人不行了 古时候从小教 父母教老师教长辈教 那个孝亲呢 这个观念 深深的 存在心里头 确实她念念不忘 孝心的 现在从小 父母不教她了 在学校老师也不教了 长辈也不教了 不懂得什么叫小道 尤其 现在的社会 是个功利主义的社会 功利主义社会 我们 我们冷静细心观察 现在社会上的人 他也有一样东西 这个无时展望 一切实 他都念到 他都寻求 那是什么呢 钱啊 我 谢谢观看